金豐用餐時間 店裡卻空無一人 只剩業者忙著消毒清潔 從餐桌到鍋碗瓢盆 全都一一詳細清潔 因為傳出有消費者 到新竹這間咖哩店用餐後 卻出現嚴重複血情形 業者也在第一時間自主停業 只要有一點點可能性 是因為我們的話 那我們就是還是統一 處理退費給他 目前統計的 真的還看不太出來 唯一共通點是雞湯 對 那其他餐點就是 每一位都有點 所以目前看不出 這一個共通的食材 民眾指控吃了之後 身體出現不舒服的狀況 其實不只一位 短短一個月不到 還有許多顧客留下負貧 都說用餐過後出現腹血症狀 大陪民眾抱怨 吃完餐點後狂跑廁所 一直到清晨五點多 都還在馬桶上 甚至有人跟朋友開心 八個人來用餐 結果吃完全部都腹血 近期食安風波連環報 新竹縣衛生局 也在28號 立刻前往店面 進行全面清查 有效之並煤防清措施 以及冰箱內部 爐台 砧板 工作柜 為保持整潔 衛生局已於現場 責令業者 4月11日前完成改善 除了被揪出環境整潔 大有問題 衛生局也抽茶 食材原料帶回去檢驗 預計兩週後 結果才會出爐 近新聞黃玉廳 張建文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廣光 一手掌握 出現 公衆 平安 一手掌握